童神晚上一下播他就上新聞 就是昨天晚上的事情 馬上就被說到酷霧 他要去告 我也覺得航航不要犯氣啦 在這個社會上的確我們大家都要學習 以館長的經驗來說 基本上你去告人家 基本上很難成立 承犯機率非常的低 除非你是民進黨 童神你現在很難過 讓你思考一下 這幾年你的言語 讓人家多難過 童神晚上一下播他就上新聞 就是昨天晚上的事情 馬上就被說到酷霧 他要去告 我昨天這樣看我也難過 我看他這樣我也難過啦 說實在話 但是我想一想 那你現在難過 我當年的我 我不就更難過 但是我挺過來的 反正 也有種之總而言之啦 解釋有千千百百種 道歉跟認錯的方式 也有千千百百種 但是絕對不可能用連線的方式 因為今天我認為 人家是準備好的 人家準備一個 你第一天 吳蓁 你遲到甜頭了 流量哇那麼高 於是他又接招了 那接著這個人家就把他東西整理好 人家好不好 欸 苗柏亞欸 你說我跟他政治立場不一樣 但是苗柏亞欸 人家的經驗 人家上去議會跟那些 整天對罵的經驗 人家人跟人對罵在議院 人家講的是法規 講的是法律 人家講的是法條 政治人物嘛 政治人物詭辯 大家都看到不想犯嘛 這次人物啊 這次人物每一個都很會講 而且每一個臉皮都跟 剛搶鐵壁一樣 急轉時下 整個這個 第一天的驕傲 在第二天 所有的新聞出來 說苗老師幫你上了一課 各種難聽話 各種消遣 何必咧 那我也覺得 好像不要犯氣啦 大家好像不要犯氣啦 在這個社會上 的確我們大家都要學習啦 的確我們大家都要 都要去努力的 努力的學習啦 在這邊再次提心統神啦 但是大家也不要僥倖啦 畢竟館長不是法官 以館長的經驗來說 一位工作人物像統神說這樣 你去說他練童癖啊 什麼的啊 基本上你去告人家 基本上很難成立 你根本告不成 承犯機率非常的低 除非你是民進黨 除非你是民進黨 除非民進黨告人 那你不是嘛 統神很明顯你不是嘛 你跟館長一樣 是一個工作人物嘛 但是不是民進黨嘛 所以說 今天他 看到了 看到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是覺得 我的感想啦 統神你現在很難過 那你思考一下 你知道幾年 你的言語 讓人家多難過 我叫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